以赛亚书第24章 看啊 耶和华时地空虚 便为荒凉 又翻转大地 将居民分散 那时 百姓怎样 祭司也怎样 仆人怎样 主人也怎样 婢女怎样 祖母也怎样 买物的怎样 卖物的也怎样 放债的怎样 借债的也怎样 取利的怎样 出利的也怎样 地壁全然空虚 尽都荒凉 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 地上悲哀衰残 世界败落衰残 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 地被其上的居民误会 因为他们犯了律法 废了律力 被了永约 所以地被咒诅吞灭 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 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 剩下的人稀少 辛酒悲哀 葡萄树衰残 心中欢乐的聚都叹息 几股之乐止息 宴乐人的声音完毕 弹琴之乐也止息了 人必不得饮酒唱歌 喝龙酒的必以为苦 荒凉的城拆毁了 各家关门庇护 使人都不得进去 在街上 饮酒有悲叹的声音 一切喜乐变为昏暗 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 城中只有荒凉 城门拆毁静静 在地上的万民中 必像打过的橄榄树 又像以灾的葡萄所剩无几 这些人要高声欢呼 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 从海那里扬起身来 因此 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 在纵海岛荣耀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名 我们听见 从地级有人歌唱说 荣耀归于义人 我却说 我消灭了 我消灭了 我有获了 诡诈的行诡诈 诡诈的大行诡诈 地上的居民啊 恐惧 现坑 网罗都临近你 躲避恐惧声音的 必坠入现坑 从现坑上来的 必被网罗缠住 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 地的根基也震动了 地全然破坏 尽都崩裂 大大的震动了 地要东倒西歪 好像醉酒的人 又摇来摇去 好像吊床 罪过在骑上沉重 必然塌陷 不能复起 到那日 耶和华在高处 比陈华高处的众军 在地上 比陈华地上的猎王 他们必被聚集 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 并要求在监牢里 多日之后 便被讨罪 那时月亮要蒙羞 日头要惭愧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必在西安山 在耶路山冷作王 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 必有荣耀 谢谢大家